那如果是小黃棍獎的薪水 這恐怕就差很大了 根據交通部統計 台灣小黃司機月休4.7天 但是平均薪水還不到27K 但是還是有不少人搶著要開 高達91654輛 這創下了歷史新高 那麼相較之下 遊覽車卻有6000多名的缺口 就算客運業者開出月薪7萬塊 還是找不到價值 爬上工作梯撕掉貼紙 原來是轉運站的客運櫃位 大風吹 乘客的座椅被堆在一旁 在5號的時候 台北轉運站2樓 將大廠空城記 包括原本的國光 三重還有新竹客運 都要搬到4樓去 改成4樓會比較很方便吧 對啊 有時候人覺得 趕時間在兩個樓再爬2層 明明2樓地點最好 但要往上爬 因為客員銳減 客運為了省租金而搬家 但還有潛藏隱憂 找不到客運司機 他已經在外面又安電 你叫他載回來的話 不容易 他這種 開這種大車的那個什麼 這樣子 他是也要有一段兩成的時間 不是說馬上來就可以接 對 開出月薪7萬多 還爭不到客運駕駛 原因之一 全國登記9萬1654輛計程車 創下歷史新高 客運相比計程車 公時大約都在8到10小時 但彈性度還是小黃略勝一籌 雖然遊覽車薪水比較高 但是他路途比較遙遠 我對我來講就比較不適合 但缺工狀況更慘烈的 其實是遊覽車 全台至少有4500到6000位 駕駛缺口 薪資福利雖然更高 有9到10萬塊 但要取得資格不容易 要先有大客車以及駕照 還得開客運兩年經驗 才能申請開遊覽車 你想想看大客車的司機 跟小黃司機差別是什麼 因為大客車司機不可能說 我隨時我可以停靠 我車上可能載有客人 那他可能他需要這個廁所 或是他肚子餓 或是血糖低等等 同樣都是開車上路 工作細節卻大不同 導致大車小車人力結構 出現兩樣情 東森財經新聞陳昊平 劉瑩瑩在台湖道